B站账号终于到了10万粉丝 我也如约出一期问答视频 来解决粉丝的一些疑问 大家过庆节快乐 我是旅游博主 虚公独城 因为我出了很多 黑神话悟空系列的巡礼视频 所以有好多网友 把我戏称为黑神话徐霞克 我原计划用两年的时间 把账号做到10万粉丝 然后跟我那些朋友们 拿着这个去吹牛 若没有这个奖牌 世人怎知我视频已做 报款尽程 但这个目标提前达成了 所以问答视频也提前做出来 下面我们开始回答问题 首先这一大批问题 可以归到一起回答 也就是说我以前是什么的 干什么的 我本科学的是化学专业 跟古建筑没有任何关系 本科毕业之后 我面试进了钢厂 在基层当了五年钢铁工人 干热处理和电镀 就我们那个年代外卖不发达 所以说大伙都是进工厂 五年半之后我跳槽了 当了电化学工程师 我所在的第二家公司 是个股客医疗器械公司 这家公司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它就是我的灵台方寸山 2017年底 我刚播完30岁生日不久 机缘巧合之下 我开始在网上写稿子 然后2018年给平台供稿 2019年在头条写作 2020年在头条带货 2021年做了个小红书号 一下顶到万粉了 2022年开始就做了 我现在这个旅游账号 之后的故事大家都清楚了 所以说我是全职自媒体人 但不是全职旅游博主 这个号说白了就是用主业之外的剩余经历 做着玩的 在做内容的时候肯定会有流量焦虑 但是焦虑没有个卵用 你只有不断的增强自身 把下一条内容做好 这条不报 做下一条 早晚你有报的时候 第二类问题是让我讲讲我的古建筑学习经历 我是在2013年11月开始自学古建筑知识的 到现在也不满一年 在此之前也别说是零基础 我起码会数这个建筑为 面阔几间 近山几间 屋顶能分得出来歇山顶和五殿顶 其余的屋顶一律拿不准 不过在2023年11月 我出第一个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巡礼视频的时候 也刷了几个别人出的巡礼视频 就感觉他们这个活出的太糙了 没有什么细致的解说 既然我自己有旅游小号 信什么别人 不如我自己来 我当时计划是把内容尽量做好一点 就是为了打游戏的兄弟们 能在我这边吃点好的 但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 做不出来怎么办 主要就是看两本书 梁思成教授批著的营造法事 和梁思成教授写的中国建筑史 其实根本看不懂 到现在也不能完全看懂 只能看懂一小部分 但是并不当我做视频 什么建筑材料长多少宽多少厚多少 那个不用懂 没有人会让我去盖建筑 我只需要知道这个建筑的各个部件 都叫什么 这就已经足够了 就这样黑神话群里系列 就这么坚持做下来了 我的古建筑知识 也这样一点一点的滚雪球一样滚起来了 另外还有朋友问我说 有没有去南方的计划 计划肯定是有 我想去的地方还不少 其中包括江南的园林 广府的祠堂 川渝的石窟 云贵的民族风建筑 福建的古建筑 这些我都想看 只是我经历有限 天时地利也不做美 本来距离就远 今年好不容易去趟广州 七天里边下了六天雨 同时我在广州的好朋友又多 我四处找他们打秋风 吃完这家吃那家 最后也没拍成 有人问我的一位好朋友 在什么时候会出现 这个都是机缘巧限编织的宿命 如果赶上大家兴致突然来了 决定一起出去接办旅行 我顺道再拍个视频 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就出现了 一般不会说安排谁特意出现 咱这个号的主题就是玩 玩当然讲究轻松愉快 除此之外 关于其他up是否有合作 这个也和刚才一样 讲究随缘 机缘巧合之下 自然就有 但是绝不刻意强求 是否见粉丝也是如此 如果线下真遇到了 被粉丝认出来了 那咱们就聊两句 如果认不出来 见不着 也不强求 说到这里 该回答旅行相关的问题了 有人问我在天津周边自驾驶 去哪更好 那必须是河北 你没有什么可选的 虽说天津最好的景区就是北京 但是北京开车进去多麻烦呢 还不如去河北更舒坦一些 如果你着急去 现在就想去 我推荐郑定古城和唐山 尤其是唐山 这是我近期所接触的 比较不错的地方 要是你不着急 可以等等我的河北自驾古迹县 另外有人问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以及谈谈当地的文保 这个还得多说几句河北的故事 我在做河北御县御荒阁的时候 发现这个县城里拥有1600多处文保点 而且现在好像数量又进一步增加了 他们的文保方式是非常朴素的方法 如果谁们家人不小心把古迹弄坏了 发一坛香油 如果说损坏的比较严重 就发好几坛香油 人们就这样互相监督 久而久之 就把大量的古迹都保护下来了 文物保护不是文保员一个人的责任 也不是文保部门自己的责任 文物属于民族 属于国家 那就需要发动更多的人去共同努力 关于我近期重点跑的山西县 我在充电视频里详细说过 这里简单说几句 去山西最好是自驾 如果你路远也在当地租车 因为真古建的位置一般都比较偏远 所以说你要不自驾的话是很难到达的 关于文物拍照这个事 我以前对神佛是有敬畏的 就完全不敢拍照 拍照也是在店外拍 后来我去英贤木塔的时候 顺便去了趟英贤的净土寺 净土寺的大雄宝殿里 有一个老和尚 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 他不是山西当地人 那个口音反而跟我们挺像的 这个老和尚当时就跟我们说 这个文保部门的人事太多了 这不让拍那不让拍的 现在趁着他们不在 我当家 你们要多拍 这么漂亮不拍多可惜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鼓励在寺内拍照的和尚 从那时起我在拍照这件事上就彻底放开了 这位点画我的老和尚 他不是一般的和尚 而是个有功的高僧 将来可能还是个有佛位的高僧 既然世尊派他来点画我 告诉我不要着相 那咱们就不能执迷不悟了 以后管他三七二十一 先拍了再说 最后回答这一大类的问题 主要是让我讲讲未来的规划 说白了就是将来要出些什么视频 我将来大致要更新五类视频 第一类最重要的 还是黑山化悟空系列的巡礼视频 这个陆陆续续都要更出来 而且放在第一优先的位置 我已经规划好了近东南线 顺便把河南一起跑了 此外还有全新的川鱼线和河北线 今年怕是来不及跑了 明年把他们逐一都跑出来 第二类是黑山化悟空系列的通关视频 目前我已经通关了一周末 素材该录的都录好了 但是最近事多太忙 实在是没空弄这个 等冬天不出门了 我就把剩余的视频素材 统统给它考证出来 这一个系列是一定要把它做完的 第三类是北京的视频 因为北京视频对于多数游客来说 那都属于是刚需 而且我住在天津 距离北京也很近 所以都要想方设法给它跟起来 第四类是其余的古建筑视频 山西为主 因为我在巡礼的时候 发现山西的很多古建筑 虽然它不是黑山化悟空的趋景地 但是也足够精彩 足够好看 所以我也把它做出来 带你们一起去看 这类视频也是穿插在前几类中间更新 关于古建筑的修缮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 更倾向于修旧如旧 如果是修旧如旧的话 它就更有古朴的韵味 但是修旧如新也未尝不可 这总比放着不休 让它稀巴烂的强吧 你要保护古迹 首先这个古迹你得有 你得在这儿 在人人都能看得见的前提下 你得探讨它的美丑问题 如果说因为不修缮它没了 那等于前面的一没有了 后边再多的零也是个零蛋 第五类是博物馆视频 这个和北京系列视频一样 都是多数游客的刚曲 我在2018年就和我的那些朋友们 一起接班逛博物馆了 但是很可惜 那个时候我不会玩视频 所以说错过了很多东西 未来我也计划是一边观察 一边拍摄 一边学习 一边记录 努力把这个系列给做下去 北方的博物馆和南方的博物馆 我都会去 就这五大类视频 我两年都不一定能更完 所以这些既是短期计划 也是长期计划 中国有太多精彩的地方 值得我们去看 去拍摄 去挖掘 去把它们沉淀在视频里 所以我未来的节目 绝对是值得各位期待的 好 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就说到这里 祝大家国庆七天乐 越过越快乐 咱们未来不见不散 咱们未来的视频